那我也相信很多人可能内心都一定会有一些委屈 或者是被误解或被曲解的东西 但你放心 因为时间绝对是最好最好的良药 因为很多时候时间会还你清白 但可能不会那么快 但你要相信就是有一天会的 无心无愧就好了 对我现在没有就我没有上节目了 对我现在不会上节目 对我有说过就是因为我现在的状态 一来但我还是要在声明我没有要移民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再去一直说 我要移民我是什么什么怎样怎样怎样 我没有移民 如果要移民的话我会告诉我很有钱 然后就是有办法移民到美国或者是加拿大之后 我就跟大家分享 但我现在没有这个忍耐 那我也说过为什么我决定呢 不要再继续在演艺圈工作 一来就是太多事事非非 然后很多媒体都有很多很曲解的一些报道或什么的 那我不想要他影响到我的小孩 所以这个时间呢 就是现在米台木很三岁了 是最需要陪伴他成长的时候 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以前 例如像我也当了18年的谐星演员 可是呢这些事情我觉得我都已经尝试过了 但小孩的成长是我现在陪着他在尝试陪着他在一起走 然后重点是小孩的成长只有一次 不会重新再有第二次 所以这个机会很重要 那我就觉得我要回归最平凡的身份 然后当一个很平凡的妈妈 然后让他上课的时候也不要 因为可能我的身份 然后让他在学校有一些奇奇怪怪 或者是不好的眼光 或者是因为有一些不实的报道去影响到我的小孩 我知道很多就是媒体的事事非非或干嘛 但我觉得就是问心无愧最重要 那就不要就是不要管他 因为我们的存在本来就是要为了喜欢我们的人 然后我现在比较多的工作重心 除了陪伴小孩就是都是跟王磊一起这样子 对那台湾的演艺工作基本上我就是完全没有 因为其实现在的综艺节目你们看到很多都是在爆料啊 讲别人怎么样啊 然后就很我觉得很不好啊 或者是把自己的私事拿出来 或讲朋友或干嘛 然后也变成了新闻截取下标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 这整个大环境好像已经没有那么的健康了 就是跟以前我们那个康熙来了 最美好的时期比 其实好像也回不去了 真的也很感谢我的前经济公司 愿意就是我的合约还没到 但他们愿意让我就是先终止合约 让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真的啦被误解 被讨厌都是当艺人的一部分 可是其实现在的我也卸下了这个光环了 我就是最平凡的阿母啊 各行各业都辛苦都他在辛苦 那我也相信很多人可能内心都一定会有一些委屈 或者是被误解或被曲解的东西 但你放心 因为时间绝对是最好最好的良药 因为很多时候时间会还你清白 但可能不会那么快 但你要相信就是有一天会的 不信我回就好了